围棋频道 观众朋友们 奇友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为您直播的 第七届应试杯决赛的第二盘棋 那今天呢 是由我和王玉辉老师 为您进行现场的讲解 王老师 那我们都前一天的第一局棋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看到了 范婷玉呢 是非常漂亮的取得了开门红 是 是 我们也很希望他再接再厉啊 这个据我回忆 现在好像在国际比赛的这个赛场上 五番棋决赛的什么规则 好像只有应试杯在用了 那么如果说小范能够赢下这一局呢 2比0领先 似乎整个这么多年五番棋决战中 就世界比赛五番棋决战中 2比0领先最后被逆转了只有过一次 只出现过一次 所以从这个数据统计学上来说呢 小范只要赢了今天这盘棋 那冠军就离他不远了 对 就胜利在望了 是 我们知道第一局棋呢是要经过猜先 那么第二局棋呢 双方要交换一下先后手 好 是 我们来看棋 一起先记录七局 小范黑棋 使出了很熟悉的中国流 那么这盘棋跟上局棋的开始几手呢 完全一样 这个以比之道环师比身的感觉 现在白棋 表定环选择的也是这个小飞手脚 前面六手棋跟上一局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黑白是一个颠倒 这个有点意思啊 你在下棋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 就是你上盘棋已经输了 这盘棋拿对手的招那个来再用一下 有吗 上盘棋好像不太一样吧 不太一样吗 是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我记错了 可能是我记错了 对 我把它跟别的棋搞混了 您可能王老师这个 看的棋有点多 对 想象的是那个 对 其实朴婷环和范婷玉 好像两位棋手都有一个特点 都比较擅长下中国流 是 那么这盘棋小贩选择中国流 好 那我这个向大家道个歉 有点记错了 黑棋拆这个 对 前面这几手棋呢 很常见 其实中国流我们这么多年讲了很多次 然后各方面的基本的内容 也都涵盖在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呢 就不拿前面几手棋来讲特别多的时间 好的 前面这几手棋呢 都是很常见 因为这个硬尸杯的决赛呢 它是从上午九点半开始 我们今天 我相信很多棋友们可能也了解到了 这个硬尸杯的第一阶段啊 前两局棋 它是没有在中韩下 是遗失到了新加坡进行的 那新加坡和我们也没有时差了 所以呢 是相同的时间开始进行 一大早呢 我也打开这个电脑啊 来收看这盘棋 我发现他们前面几手棋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 其实硬尸杯的这个赛制呢 在时间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 对 它是采取的这个法点 超时法点的这么一个规则 没有读秒的压力 对 它每方呢 有个基本实现三个半小时 三个半小时 不过现在的下棋节奏都快 其实这三个多小时时间很长了 很长 我相信它一个 对这两位年轻企手来说 时间是 对对 不太可能会有超时的这么一个 一个概念 是 黑棋还是就尖掉了 这个地方下的比较常规 来去拆 拆二 这个 然后黑棋再挂脚 对 变化呢 从这个地方开始有一些了 那么实际上现在黑棋挂脚呢 白棋这个飞 二路飞 应该是在黑棋的思考范围之内的 就是 小贩在下这个挂脚的时候呢 应该考虑到 白棋极有可能会选择这个下方 是 那么在很多职业棋手的队局中呢 如果说为了要规避这个 对手的这个飞 很可能就是这手棋先不肩 先直接挂脚 对 先看看对手如何应对 根据这边的这个应对 反应 再决定右上角的下方 对 这个呢 如果我还是飞呢 如果还是飞的话 那么肯定就不走这个了 比如说我现在从这边反加 反加 这边是 你大概飞出 飞出 那么我就有可能直接从这边选择加工 就是把上面这条边变成自己的一个实力范围 对 那么总之呢 这种情况下 黑棋就不太可能再去肩 让你拆到这了 这样我们来起有点舒服 对 上面这条边的争夺呢 价值要比这个歼33的价值要大 所以现在这个挂脚呢 对黑棋 对白棋来说呢 也是 确实是一个考验 白棋如果普通的在这边想飞或者跳的话呢 那么黑棋再回头来见 再见 就等于在走普通的定式 就等于是提前挂到了 把你这个二路飞的这种可能性的给规避掉 其实我们看好多的这个中国流啊 跟中国流相关的队局 像这个先保留肩的变化 直接挂脚的手段呢 是很常见的 那么对此呢 白棋其实最有力的反击是什么呢 就是脱先了 脱先 白棋就是 你不走 那就我就走 这个是一种契合的行为 像这样的布局 职业棋手中经常见到 是 而且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流啊 就是比如说上边我们看到的这个棋型 任何一种布局 好像这种下法都比较常见 是的 是的 然后黑棋后面在双飞燕 那就形成另外一盘棋了 是 在双飞燕 这个选择性 其实对于黑棋来说呢 完全是看黑棋怎么想 如果黑棋觉得这个尖三三可以容忍 对对手走到的话呢 那么 完全可以采取这个先挂脚的策略来对付白棋 也是一局棋是吧 是 实战小贩看来是比较重视这个脚上的实力 先尖当然也是无可厚非 再挂 再挂脚 那么现在再挂脚呢 白棋的这个二鹿小飞 就是应该说是可以预想到的一手 对 我想翻顶玉之前啊 在准备这个硬式杯之前 因为他打进了决赛和决赛开始 大概有两三个月的准备时间 是的 那么这两盘棋肯定是双方一盘黑一盘白 它是预定好的 所以呢 黑布局和白布局我觉得他都应该准备的比较充分 是是那么中国刘确实像你所说的 从这个小小的特点来看 就是双方下棋的速度都比较快 对 那么肯定是准备好的 中国刘呢 因为小贩他这个他自己啊 我们经常在一起摆棋啊 我也跟他探头这个问题 就是小贩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布局不够强 就是相比于其他的这个技术环节 他的布局还不够强 他可能是和自己其他相比吧 对对对 肯定的肯定的 肯定的 嗯 可能也是诱发他就是使用中国刘的一个原因吧 这样的话呢 比较熟悉一点 可以节省时间 是 嗯 好 飞 小飞 这个地方的变化比较有趣了 别有趣 嗯 我也得想啊 王老师 其实 呃 架成这样的一个布局之后啊 好像职业起手们是不是有感觉不太想 不太愿意被白棋飞到这里了 嗯 有点这个 有点想回避 为什么要先挂的呢 就是想回避 那他 范婷玉肯定是心里很清楚的了 嗯 但是他知道之后反而还要怎么下 嗯 那就说明他觉得有点 要不然觉得无所谓 要不然他有一点什么小准备啊 嗯 从实战来看 看没有哈 对 从实战来看 看不出他的这种 确实他实战下的下法呢 比较独树一致 但是呢 客观的说啊 这个独树一致呢 也不见得是加分的行为 也不见得是真的是好奇 嗯 我们还是就这个小飞来介绍一下 好的 飞骑呢 大概就是三种硬法 嗯 对于这个小飞 其实其友们可以通过这盘棋 反正我们一边欣赏高水平的对局 一边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关 这边的局部定势的下方 了解一下这种长行的知识 一种呢 我们刚才讲过了 就从那边反挂 反挂 破坏这边为主 嗯 我还是飞出来 大概是要飞出啊 飞出和拖的有可能 我们先看飞 飞是最简单的 嗯 嗯 去脱退 这个立下来吧 立下来 然后黑漆在上面火出一块 这样白旗在这边再走一个字 OK 再攻击一个 对 这样的话呢 局部形成两分定势 上边的价值也不能说小 但是先尖了一个之后 再逼住这个地方 因为等于是逼住白旗的铁头了嘛 嗯 那么黑旗这个方向上 稍微有点不太干系 总感觉有点 黑旗这个有点局促的感觉啊 有点局促 而且呢 这时候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在布局阶段 如何分辨这个大小的嘛 这么一个概念啊 就是越空旷的地方价值越大 等于 对 被白旗这么一飞 黑旗被迫的转到了上边 不够空旷的地方啊 那么把这条边呢 让给了白旗 这个 这个从方向来说呢 稍微有点不太满意 稍微有点不太满意 这是 判断的一个基础啊 是的 感觉上黑旗不是很充分 所以现在这个加工呢 逐渐的用的少了 幻影的下法 对 大多数人的下法呢 就是在这边拆 等会我们介绍这个拆啊 那么除了拆之后 基本型其实是挡这个 对 这是 这个二度飞的一个基本型 基本型 那它应该会贴起来 它如果贴 应该不太会贴 如果贴的话呢 比如说黑旗就长 你大概还是要跳 那么它拆过来 这个形状白旗并不便宜 我顺手就贴了一个 对 这个形状实际上等于肩顶 等于肩顶完了以后 跳一个拆边 那么这时候 双方都交换一个呢 这个白旗并弹不上便宜 这两个交换不算白旗便宜吗 很难讲 因为黑旗也加厚了 如果你要下的话 你甚至还是想搬粘的 或者先打入一下 再搬粘 捞空捞得更彻底一点 对 这个形状弹不上便宜 所以白旗基本上不太会贴 飞一下跟你这个交换之后呢 它的目的是 把你这两个子走中 对 那就是 还是要加工 对 这个地方 还是要加工 对 加工 高位也可以 普通的话是低位 普通的低位 就不给它做活的 这么一个空间 那你这个高位反正意思差不多吧 就是这个方向上还是要走 这边宽嘛 这边比较宽 脚上可以先缓一缓 就像您说的 还是要把旗走在宽敞的地方 这个很重要 往后的地方 对 我们其实在讲旗的时候 经常强调这一点啊 因为在步级阶段呢 分辨大和小的这个概念啊 就不是特别的容易 有的时候我们要花很多心思去琢磨 但是呢 对于旗友们来说 业余旗友们来说 只要记住这一句话 就是空 空旷的地方 基本上永远是要大于这个狭窄的地方 记住这么一个比较的模式呢 那么你布局水平肯定会有提高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应该这个 您说的这个规律都是 是 成功的 这个理念就是值得推荐给大家 对 那么在加工外账呢 无疑是复合这一点的 后面定式 黑旗大概是拖 拖 然后接上 对 这时候白旗倒是有选择 我记得 我小的时候学旗的时候 很多 很多老师就推荐 就沾上就可以了 捐一个比较简明啊 对 但是这个沾的话呢 这个局部的定式 黑旗可以搬的连搬进去 对 当初你的这个拖的一个子呢 就变成恶手了 嗯 你现在横 打持一下 我可以接上 嗯 然后大概是立一下 立一下 对 逼着你断一个 对 那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其实现在来看 先手 对 现在来看白旗好像不是很满意 黑旗这个局部已经接近于火旗了 然后白旗来 对 第一次看到这定式的时候 总觉得被它断一下 是很舒服的 是这个定式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已经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 没有人再下了 白旗轮到白旗下的话 白旗一定会二路立下去 刚才这个定式是不是速度有点慢呢 对 速度有点慢 主要是让黑旗就迅速的安定了 这个白旗不太满意 白旗呢 在黑旗安定的同时 白旗并没有获得到什么特别让自己满意的这么一个利益 所以刚才那个定式渐渐的已经 其实我们进入新世纪以来 很多定式都被淘汰了 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是 我记得像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刚学习的时候 这个定式作为很多定式的长形之一 是隆重的被老师推荐给我们的 是可能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啊 可能五十个或者一百个 那个小朋友必记的定式之一 现在没有 必备长形之一 现在棋都比较激烈啊 比较积极 对 这个棋要利 利的话呢 由于现在黑棋争字有利 黑棋这里局部是有手机的 黑棋这个加是好棋 跟争字有关系 对 这个如果不加单跳的话呢 人家白棋在这一跳 这个空守住了 黑棋自己还没有活 这个跟刚才相比的差别很大 这个子放在低位吧 低位好一些 加 加的话白棋不能冲 白棋冲的话 黑棋从底下一段 这个白棋就非常非常的危险 是 所以白棋的本手只有接 然后黑棋再跳 这个棋呢 就是比刚才的黑棋单跳的这个形状呢 要好很多 正常来说白棋要挖 黑棋可以打吃 打吃完那个虎 把所有的断点都补上了 但是这个局部呢 白棋刺一下黑棋以后啊 将来还有这个刺的先手 或者冲完了再刺 在小间 还有很多先手 那么白棋现在再大跳出来 局部 这上边的形状呢 白棋是有点不太满意 被压得很低 但是黑棋呢 这块棋没有两只眼 而且很重 这个棋对于黑棋来说呢 也是要有小心的地方 在这个局部倒是形成了 这么一个看上去两分的一个局面 如果这样子进行的话 应该算是一个双方比较平稳的下巴吧 对 我这个 其实说实话 我拿我自己的这个感觉来说 这个形状下黑下白 我觉得都不太舒服 都不舒服 我都不喜欢 哪里有不舒服的地方 白棋太扁了嘛 没多少木 黑棋这个形状也很沉重 其实看起来有点 运行比较多啊 对 刚才被一冲一次 刚刚王老师介绍 一冲一次在一小间 是 这一冲一次在一小间 你要挤的话就打湿 这黑棋这么多子弟都团在一起 对 但是白棋上面的配合也很不好 这个就是双方都不好 对 必须都不好 残缺可能也是一种美 两人都不满意 所以呢 也就是形成一种两分的一个棋 是 所以王老师 我跟你透露一个小秘密啊 就像这种飞 我从来是不下的 我拿白棋的时候 基本上对手挂我星位的时候 我都会选择其他的下法 这二路飞 我主动选择的时候 是很少很少的 那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有点 对 以后你跟我下棋的时候 你挂我的脚 你尽管放心 我不会去追 这起来如果有职业需要看到的话 应该以后 一下就是布局马上挂一个 你不飞不是有点亏吗 也会有其他下法 也会有其他下法 规避的 规避到其他的下法 这个围棋的下法是 千变万化的啊 不会局限 那么实际上 直接一种 对 刚才我们开个玩笑啊 说了一半 就是我自己下时不太会飞 那么别人在飞我的时候呢 我也不太会挡 因为一挡的话 万一形成刚才那个 我不是说了吗 我两个都不太满意 那么黑棋我也不太会挡 所以呢 很多骑手跟我一样 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选择这个挡的 这么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黑棋有很多种下法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大飞 和这个超大飞 拆过来 这两种下法是相对来说 把这边看轻一些 是 那么这个超大飞呢 在我印象中 似乎是聂岳平老师 比较推崇的一种下法 这个超大飞 白棋如果说 普通在这拆个二 那么黑棋再回过头来挡住 这个还可以 就算是 算是从某种程度上 这时候白棋没叠的下法 大概只有往上贴了 从某种程度上呢 似乎有点像这个 跟刚才的这个单拆啊 就是有点找回来了 大同小利啊 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在局部差不多吧 这边是飞的 不是跳的 跳一个也可以 差不多 这个定式 现在不过白棋很少 有这么稳稳渐渐的拆个二 那么白棋在这个时候 常见的一个复杂变化是打入 当你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挑大飞的时候 是白棋会打入 现在我看到这种骑形啊 打入进去的是 十盘机有九盘 似乎都是打进去 这个打入呢 其实会诱发很复杂的变化 比如说黑棋靠 然后白棋搬着贴 黑棋 对 这个搬着贴 这个变化呢 后面倒是真的是挺有趣的 哎呀 看着就头疼 看着头疼 对 我们在这也没有必要介绍特别多这个 这个我估计介绍起来呢 会比较头疼 我们给推荐啊 继续推荐 就聂岳平老师在这个局部 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段 刚才这个靠了搬了贴呢 这个变化特别复杂 黑棋没有一个必胜的把握 那么尼老师的概念呢 就是说振一个就可以 这是我记得 大概都有十年前了吧 尼老师给我们讲棋的时候 好像讲过这一点 他说振的话呢 白棋大概无非就是爬和二路小间回来 四路小间 那么四路小间的话呢 将来这个拖的地方 会有很多味道的残留 爬一个是比较厚实的 那么如果拿爬相比的话呢 就是尼老师做了一个首歌 做了一个那个 手术的分析 本来这个形状是一个 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局面 对 那么等于现在白棋自己这手棋 缩到二路去了 那么白棋无论如何 躺不上好 黑棋这样手棋交换并不亏 三路跟二路交换并不亏 所以尼老师这个判断的比较简单 比如说现在这个局部 挣到先手 这两个子也很轻 也不大可能会有什么 被攻击的手段 黑棋现在在选择这个小肺 或者这个条 局部争一个先手 把眼光放到更宽阔的 这个全局 这个其实真的是不失为一个 在布局方面 就是一个简明 简明领先的这么一个好的想法 很简明 而且速度比较快 避免了这个局部的一些 复杂的变化 对 其实我相信 电视机前的很多棋友们呢 都应该特别了解 聂老师的风格 对 聂老师的棋呢 就是大局观特别棒 他呢 不是很喜欢在布局阶段 跟对手做局部的纠缠 他的棋就是 所谓的这个快速 快速的行进 然后呢 掌握这个棋盘上的要点 这个是他的一个风格 所以呢 像这个局部呢 我觉得倒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刚才的那个变化 我们不往下摆呢 一个是时间有限 一个是说实话 摆了以后 我觉得棋友们也很难很难记得住 那是一个相比于大鞋 都毫不逊色的一个复杂的变化 只能是欣赏一下 了解一下 对对 这个 其实告诉你 我也不一定 摆了好多变化 您怎么今天总在这说一些秘密啊 这真的是 那个变化太复杂了 其实我现在下棋也觉得 也可能不像以前下棋 那么年轻气盛了啊 就是所有局部都要跟对手 拼个你死我活 现在逐渐的有点理解了 其实在布局阶段啊 真正比拼的 也不能说计算不重要 但是真正比拼呢 还是一个对全局概念的这么一个认知 就是我们在这个全局概念上 认知程度越高 对布局的这个技术水平呢 提高就越有帮助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真理吧 我觉得 中盘的作战呢 到时候对计算的要求会很高 但是呢 确实在布局的时候 如果有更好的快速行进的方法呢 真的不见得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时候就放在这啊 真的不见得非得在那个局部 平和你死我活 而且像尼老师这个判断呢 有它成立的道理 这个一判断确实 看上去真的是挺有道理的 是 这个一盘棋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选择好方向 把控好方向可能是最重要的 布局是一盘棋的骨骼 对 这个时候呢 也是确实方向上比较重要一点 具体的招法呢 可能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重要啊 对 所以像这个盘棋呢 像这个时候 作为我来说啊 实战嘛 白旗就小飞这个 那么作为我来说呢 可能小范年龄比较小一点 小范现在十六岁 对 范定玉她是九六年出生的 是 她的对手 呃 朴定环呢 其实也很年轻 九三年 九三年 都不满二十岁 对 朴定环去年拿过十六冠军了 小范还没有 小范所以这次一定要争取赢 那么小范可能年龄小 她没有听过尼老师 这个很多年前 给我们讲的这些这些道理啊 呃 其实当年 尼老师讲的时候 我也不是特别能理解 甚至心理上也觉得 呃 那时候喜欢战斗嘛 嗯 可能是 就不是特别的 也多少还有一些 这个抵触的心理啊 现在其实年龄大了 以后慢慢的能明白这些 那我就是觉得 很想跟小范推荐这首棋 现在这个局面 拆过来 对 因为现在这边的一首棋 谁下啊 特别关键 就是白旗 不管是从那边靠啊 还是打入进来 这首棋价值都超大 对 超大 所以呢 我还是觉得 这地方应该先交换两手 如果对手 如果对手是这么走完了以后 再走回来 重新处理 争取先手 这个比较好 嗯 那么看 小范下一首棋 我估计啊 望着你要不往上摆 可能棋友们都想不到 这首棋真的想不到 因为我们刚才讲 呃 一个挡 一个反挂 一个拆 这基本上是在这个局部 黑棋所面临的三种选择之一 嗯 实战呢 小范等于另辟蹊径 走了第四种下方 第四种下方 对 他直接走 从这边守了脚 呃 这个和您刚才推荐的 在这边快速的处理一下之后 嗯 强调这个点 首先这两个点的区别大吗 嗯 各有利弊吧 各有利弊 这个不好讲 如果当初他拆这个的话 如果当初他是回拆一步 那么可能这首棋就选择在这了 嗯 那么他现在多拆了 远了一路 他想声援一下那个子 所以这个子往这边靠一靠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那总的来说 他还是 占到了一个很大的 这个大厂 小范的这个手棋呢 倒是跟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些东西啊 有神似之处 嗯 我们刚才强烈的推荐什么呢 第一空旷的地方最大 对 然后第二呢 这个地方重新处理 不要跟那时候发生战斗 抢先手 所有人都要抢这个 这两点小范都做到了 对 但是都做到了 是不是就代表着这首棋是好奇呢 是啊 这篇就完全不管了 嗯 这个 放在这里 怎么样呢 嗯 我觉得小范这个有点 稍微有点操之过急 虽然从大道理上来说 跟我们这个是 嗯 相互吻合的 嗯 但是呢 在这个局部的具体操作上呢 有点小问题 我们说啊 围棋呢 是一种战略的游戏 嗯 在战略上呢 他认知的高度已经足够了 但是在这个具体战术的这个执行力上呢 还是要精益求精益 没错 这个局部还是要定个型 因为上边的 呃 就是左边的这条边呢 如果说让白棋全部控制的话呢 实际上 白棋是有足够的资本 和黑棋这边的大阵营进行抗衡的 嗯 如果黑棋照我们刚才摆的这个图 先这边 打上两个子啊 那么实际上白棋这条边的发展呢 就已经要弱很多了 只要受到很很大的限制 是 现在白棋的直接加工 对 这种气很大 很大 现在白棋加工之后呢 实际上就要回过头来去看一下 嗯 当初这两个子的交换啊 现在这两个子交换 王伦你觉得怎么样 嗯 好像显然不是很好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从宽的一处行旗啊 这边明显比这边要窄 对 当然呢 我们有一个关的因素 要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说没有这两个子 白棋可能就走这个了 白棋不会拆这个的 嗯 那么白棋这个子走在中央的位置呢 其实嗯 也算是一步棋 不会是特别恶的恶手 对 那么这两手棋交换呢 黑棋亏了 确实亏了 因为本身有点三三的可能性 对点三三的可能性 基本上就没有了 对 也就是说 当白棋走到这个子之后 黑棋等于上一手棋的交换呢 变成了恶手 嗯 与对手的交换变成了恶手 对 那么我们其实以前也多次的讲到过 围棋呢 它跟别的棋类不一样 它每个子是平等的 如何让上一个子 发挥出更好的这么一个作用呢 实际上是 呃 你能不能赢下这盘棋的一个根本 对 讲究这个棋子的效率 子效 嗯 其实每一个手 每一手棋的子效呢 如何发挥是根据后面的棋子 是有巨大的关系 是 那么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呢 当白棋拆到这一点以后 黑棋上一手棋变成了恶手 那么黑棋不高兴 黑棋肯定是不开心的 嗯 是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下法呢 我有点保留 有点保留我的意见 保留意见 嗯 其实如果没有走 走这两步交换的话 直接手脚怎么样 呃 应该要比实战的结果好 比实战结果还好 对 是不是好奇不好说 但是呢 确实这个时候 如果说一百分的大场 一百分的大场 应该是挂脚 挂脚 应该是一百分 应该是最大的 对一百分 这个呢 应该是 我觉得九十九分的大场 就是要稍训一筹 那么你说 呃 这两个哪个好呢 单独判断 明显的是应该挂脚 但是要是拿这个图 跟现在做一个比较的话呢 我觉得甚至应该直接走 他亏了 还不如直接走这边 对 嗯 可以先挂一个脚 现在来说是有点亏 那这个棋呢 就是 我觉得小贩 可能在布局上的这个理念啊 嗯 呃 他甚至 他可能觉得亏的不严重 甚至是说 他可能 他的判断跟我们不一样 他觉得不太亏 对 我就一直在想 这个棋啊 进行到现在是 这首期是第十六首期 我觉得十六首期啊 饭天玉 按照他这个准备的充分程度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他的计划之内 他之所以 然后之所以还要这么继续进行的话 是应该有他自己一个独特的判断 嗯 希望是这样吧 反正从常理上来看呢 嗯 嗯 明显现在这两个子的交换是百分之百是 铁定是亏的 对 这个小贩不会看不出来 嗯 但是就是他是不是后面有什么办法来弥补呢 就是他的能力了 好 我们继续看 嗯 先冲 嗯 这个坚冲呢 实际上 呃 不是特别开心的下法 嗯 白棋实战简单的爬 尝这个 然后飞出来 对这个飞 实际上 这边多一个子呢 对黑棋这边的形式发展那个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黑棋这几手机的交换啊 呃 确实在上边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但是有损的地方 嗯 但是现在黑棋可能是一套组合拳 没有办法 选择这个 必须要把上方这个白的模样要破一下 嗯 白棋这个飞阵用的很简单 嗯 拖没办法 嗯 对 嗯 其实白棋这个飞阵啊 王仁 我觉得啊 呃 或许也可以考虑这个拖 直接拖 对 在这个局面上 或许 如果它重视实际的话 或许也可以考虑这个 拖的话 脚上会不会有一点什么味道 对 拖 黑棋肯定不能扳 黑棋扳白棋一退 那这一期就麻烦了 对 这时候要注意 千万不要随手扳 对 这个形状呢 非常的坏 哎 白棋两边的形状都很好 拖的话呢 黑棋最强的反击手段 应该是反靠 反靠 黑棋的话只能冲 对 靠完了断 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防守手段 呃 白棋本手立 本手立 本手是立 这个打吃的话 打吃被顶打太难过了 被顶打太难受了 这个太难过了 我只能粘上 然后再冲过来 粘它也不见得冲 它就算自己粘一个也行 下手这个挡和这个冲 剑合 就已经剑合了 嗯 这个这个不行 对 你只有单力 只能单力 单力等我粘的时候 你再拐吃回去 这时候吃在这了 对 吃在这 对 然后再退 其实这样的话 白棋或许也可以飞一下 下一手要求挑点你 这个挺厉害的 下一手其实 黑棋会有点难受 对 远远的虚攻两下 那补的话也很 也很 不太 对 不太肯补 嗯 其实白棋这么下的话 在实控上是有 是有一点收获 嗯 也是一反啊 这个也是选择 它实战选择这个飞阵呢 应该说 白棋已经在这个局部啊 觉得还不错 已经有点满意了 对 黑棋脱退两下 这个局部呢 这个局部的争夺 黑棋说 基本上是如愿了 嗯 黑棋如愿 黑棋如愿了 然后拐下去 哎 这个棋 王正恩你看看啊 是不是跟我们刚才摆那个图 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不对 哦 真的是啊 我们刚才摆过 其实黑棋 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当黑棋拆到这个以后 白棋很有可能 是要走这个的 如果不走这个的话 黑棋局部一冲一拐 这个价值很大 对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走这个之后呢 黑棋再回过头来 黑棋再飞这个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局 也是一局的进行 但上面的 这边的两手去交换呢 损得难鸣 这个 这两手 这两手去交换肯定 黑棋是亏的 有些亏 对 但这两手去交换呢 白棋也亏回去了 所以这个两手去交换 看谁亏的 少一点 难以判断 不好说 这个地方不好 差不多 差不多吧 但是你记不记得 我们一开始 对这个形状 有过一个评判 对 就是上边 其实不够宽 黑棋的三种下法里呢 这种不是最优先的考虑 这种呢 第一种就先被 对 先排除掉了 所以现在绕了一圈 回来之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棋 下到这儿是 二十 拐到这儿 二十七手 那么绕到这个 绕了一个小圈子 兜回来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黑棋等于不经意之间啊 兜了一个圈子 回到了原点 没错 回到了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不愿意选择的 这么一个局面下 也是他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选择了一个 之前觉得不太满意的 变化图 是 所以呢 小贩在这个布局上呢 可能确实需要再 多思考思考 多下一点功夫 这个棋 下到现在 白棋的布局呢 应该说是 还是挺开心的 到谈不上有多大的优势 但是从这种心情和 进程上来看呢 白棋比较舒畅 步调比较愉快 是 白棋成了先手 拆这个 这个拆二 拆价值很大的 拆局最大的大厂 跳起来 对 黄瑞啊 这个棋如果说 要是有人告诉你 这不跳是坏棋 你想不相信 啊 我先看看 我没有摆错 跳会是坏棋吗 没有摆错 确实这个跳 但这部跳呢 确实 以我的布局的领域来看啊 以我的这种领悟来看 这个跳确实是恶手 是恶手吗 我觉得这部跳不是很 堂堂正正的一部棋 堂堂正正的恶手 本手 堂堂正正的恶手 对 有时候下棋啊 确实 不能太堂堂正正了 太堂堂正正了以后 在布局的时候 容易失掉机会 是吗 对这部跳呢 等会我们会看到 实际上这部跳 它是有一些 不够实在 要是从围空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很容易分辨啊 现在作为黑棋来讲 黑棋主要经营的实地 应该是这边 对吧 这边是黑棋想发展的 可以撑得很大 撑围得很胖的一块空 那么这个跳起来呢 所经营的是这里 所经营的是这里 这个呢 不是核心 不是它的主要矛盾 可是这个跳不是也 除了经营之外 好像对它这边也有辐射力啊 是的 说得很好 这部跳呢 小范的思维模式很简单 我们作为解读者啊 我们很容易把这部棋的内涵解读给大家 就是在扩张自己的同时 也限制对手 对 但是呢 在今天这个局面下 这首棋恰恰是两点都没有做到 它的想法是这样 但是都没有做到 也是一个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也不是 这时候呢 在现在这个局面下呢 给大家讲讲布局的这么一个模式啊 嗯 黑棋两种选择都可以下 一种呢 就是跳这个 跳这个 一门心思来扩张自己 嗯 这个也很吓人啊 这个空也很吓人 如果白棋飞 扩张自己 这个有点像天王山的感觉 对 一边上一边扩张 感觉这个这边更大似的 那么黑棋就是跟着对围就好 这样的话 黑棋围到这儿呢 应该说这个比较实在了 确实再对围的话 有危险了人家越来越大 嗯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注意一点啊 黑棋这个子是在中心点跳起来的 嗯 两边空张的张的都很好 白棋要打入黑棋不是那么容易 嗯 那么白棋这个子其实中心点来说呢 还不够 也就是说这个局部 这个局部轮到黑棋下 有点过于宽了 黑棋是一定有手段的 比如不管是这个靠进来 还是这边打入 还是有其他的手段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再比如说一门心思进来的话呢 先围住自己 再把对手的这个空给洗活 这是一种争胜负的一种手段 而且呢 也很流畅 这种下法也很流畅 挑不出 从战略和战术手段来说呢 都挑不出毛病 嗯 这个是黑棋的一种选择 您的意思就是说 黑棋先自己围一手 对 先把自己的空拿到 对 但对方的空呢 还不是你的 不好围 我再来破 对 如果说这个时候 黑棋 白棋比如说就那么普通的围一下 那么黑棋再跳起来 或者说你刚才飞一下也没关系 黑棋再跳起来 那么黑棋的 只要这个中心点 不被白棋争过去 黑棋的空是不比白棋少的 因为上边 这个跟这个基本上均衡 差不多 现在我们来看 视觉概念上来说 只要黑棋能争到这一点 黑棋是不比白棋少 对 这个空是两一张开的感觉 这边只是一个一条边 你只要不要让白棋这么围就行 白棋这么围 如果全围围上的话 那黑棋确实要输 但是只要这个点 白棋不能够争过来的话呢 黑棋形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所以说黑棋这么下不怕 白棋如果张这个的话 黑棋就再掏入 再掏进去 这么下的话 黑棋先为自己 再去破对手 这个策略是完全可取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黑棋现在 比如说不走这个 这个也不要去交换 因为实战我们看到一点 什么就是对黑棋 不利的一点是什么呢 当黑棋挑这个以后 下面一个超级重要的 一个核心点啊 就是被白棋占去了 白棋震到这之后呢 黑棋这个地方的空 实际上并不好为 这是一个核心点 这是主要矛盾 当白棋挣到这一点之后呢 黑棋原本可以扩张起来的 一个立体的形式 马上就变得扁平了 就只能数这个扁平的地方了 甚至于将来靠三三还有棋 对就算被黑棋全部围住 好像也一下被压到了三六 对这个振的黑棋很不舒服 比如说黑棋如果飞的话 白棋甚至这里面 还可以先靠端一下 还留点棋 正常来说啊 如果这么蒸的话 还留一个火角 对它就这么走一走 这样的话黑棋的空 其实围起来很辛苦 围得很不舒服 这是一个比较 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型手段 如果这么下的话 黑棋等于这两手棋 这手棋和这边 行棋的这个交换呢 就亏了 是的 就不舒服 所以说被震到这呢 黑棋很不开心 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 就是黑棋如果不选择 走这个的话 那也不要跳 不选择走这个的话 也很简单 就是趁着黑棋 趁着白棋在这边 没有扩张起来的时候呢 黑棋先行棋 直接来破空 直接去破空 这个更实惠 后来我们一看 跳这个其实不实惠 这个上面的空呢 左边的空还是被白棋没住了 这时候黑棋呢 可以下这个 点在这里 对 这个棋其实是一个很 很朴素 但是很实用的一个定型 我还一般想的是会打入 原来是点 对 打入的话呢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被白棋扎钉之后啊 这个子显得有点孤单 没有借上白棋的劲 这个我们说的是战略 战术问题了啊 要借上对方的劲 你现在比如说往上跳 对往上跳 人家刺一下 刺一下 接上 那么这几个子 就显得比较孤单 在外面跳一跳 这个黑棋有点不舒服 没有挨着它 对 要借上劲 对这个棋要点 要点 对要点 点完了贴 借着它的劲走棋 因为现在作为黑棋来说呢 完全不用担心 把白棋这边撞后了之后 对上面有什么 副作用 上面已经是活得比较干净了 对上面很厚实 活得很厚实 所以这时候点了贴 是局部的好棋 王阳你怎么办 你现在拿白棋 我现在怎么办呢 扳还是长 如果长的话 都有点难受 就我长的话 我就普通Trek 2 就已经很满意了 扳吧 还是要扳 还是扳吧 扳的话 我很简单 我就局部二路扳粘 这个手法呢 简单实用 而且呢 还给你造成一定的困扰 你现在怎么补齐 我也是补的时候 也比较困扰 我如果粘的话 还有将来被它煎过 粘的话 这一夹 你将来等于 因此都没吃着 我现在就算普通拆 也能活 我就算走这个 那么我扳一个吧 这个我定型 定得很舒服了 再拆个 这就不轻松活气 这可能是黑漆最满意的 一个形状 但是你也不能长 你最凶的是长 但长的话 这边上我有断 我刚才很想长一下 我可以横冲下来 这个你麻烦了 对 这个打吃先手 那我只能度过 只能度 关键就是不好度过 我再一扑 粘上吧 粘上和皮差不多 我再打吃 再从这边冲了断 全是先手 这样的话 就算吃了我这几个子 都要大亏了 没错 而且恐怕还是吃不掉 所以说 黑漆只要下这个手段就可以 我觉得小半可能 在这个地方 思考的不够 其实像这种 点了贴的手段 很容易的 就是 在职业骑手来看 这个手段 是很常见的 很多局面下都很常见 只不过呢 低感确实 给人感觉有点俗 但是王润 你摆了摆以后 我点了贴 其实作为白漆来说 可以选择的 一个走断不多 你要是下面扳斩的话 厉害 我扳吧 你要下面扳斩的话 我就 我这个头就长到你上边 对 头长到你上边 你要是 你不走 我拐起来 还很舒服 你要是跟着贴 我长 只要我这个头 长在前面 那么白漆在这个局部 就很难攻到我 对 王老师在这里 教了我们一个 比较 我觉得挺实用的 一种下巴 很实用 这个下巴很实用 点了贴 有的时候点的贴 可能显得有点俗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 确实是好奇 这个局面的好奇 如果说 不管摆成刚才 一个什么图吧 我们现在看 其实这个跳没有必要 对 如果说你这个跳 只是为了去 去削白漆的形式 那么你 飞那么大劲干嘛 还不如直接花一手机 把它翻路的空 全都破掉 更省事 是吧 是 掏的也更特地 这种下法呢 实际上 简单实用 嗯 我们摆一个 普通的定型图吧 刚才你这个搬 其实还是要搬的 搬 我搬 接上 对 你这边还是要接 就要控制上面 对 然后我大概是跳 我跳 你可能是飞 对 我就走在这 这个骑就是 基本上就活骑了 然后白骑 可能利用这边的后势 再打入进来 但是这样的话呢 嗯 一局 一局肯定还是一局骑啊 也不是说黑骑这么下 就肯定就优势有多少 但是呢 从实力的控制来说 黑骑比实战 要强太多太多了 是 这个局部 王上刚才说了 还有加 还有加 这加等于白骑就没什么收获 对 在这个局部呢 黑骑活的也是比较轻松的 至少是把空先抓在了手里 是 其实我是严重推荐这种下法 严重推荐 这个下法呢 很容易掌控 就是把实力抛了 其实像这样的骑啊 这种下法 我觉得还蛮像这个 范婷玉的风格的 嗯 我觉得他主要是没想 没想 因为小范呢 他也坦诚 在布局和续盘阶段呢 他的这个能力还不够强 嗯 其实呢 这一个确实 虽然是谦虚的说辞啊 嗯 但从这首起来跳 这么来看呢 确实 这首跳呢 就是像王瑞刚才讲的啊 堂堂正正来形容 特别的合适 嗯 嗯 95分肯定有了 这个时候你 如果不仔细看 不仔细去想啊 这个跳 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 对 核心的战略上啊 那个看上去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好 但是呢 从实际上的进程来看 我不瞒大家说 我也是用后面的这个倒推来看 嗯 我觉得不太满意 所以呢 从后面的进程反推过来 对 反推过来在想 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嗯 上面确实有一点小问题 但是也没有什么核心的 这么一个概念 对 后来为什么下来下来 感觉上布局上有点速手速脚的 没有施展开呢 我觉得确实这个跳呢 因为这个跳呢 对这边的三个子啊 五六脚架拆二 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对 如果说换过来是这样的 这个跳 那么积蓄力量 下一手有打入 这个体就变得厉害了 对 这个跳的价值就会大一些 对 所以说这个车已经是拆二了 你再跳起来 对这边没有什么影响 单纯的往上跳一个啊 不够实惠 是 有点单观的感觉 确实是 这手其实恶手 这么推理一下之后 发现 我们再看这部棋 就觉得会有问题 真的是有问题 那么局部的手段呢 确实这个点的贴 也是值得大家去 学习的 学一招 学一招 你看白棋 很机敏的 马上震到这个要点 这个震 好不舒服啊 真的好不舒服 现在我们如果 为白棋想的话 好像全局也就给他留下了 这个 嗯 你等于是逼的对手 对 白棋他不可能自己再来 对白棋现在手 不可能跟着你去撑这个 如果跟着你撑这个 这个跟刚才 我们摆的那个参考图相比 那差别太大了 这可能也是黑棋的一个 预想图吧 但是不太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啊 如果被黑棋想想办法的话 这不好下 有些为难啊 嗯 这时候这个被震在这不好下 嗯 常规的呢 其实就是飞 飞 因为这边的空还是要围嘛 但是这个飞跟这个飞 组合起来啊 效率不高 如果这个子是尖在这儿的话 可能还好一点 嗯 这个脚上没有什么棋 但飞在这儿的话 以后被三三一靠 这个局部是有棋的 对 这个是有棋的 因为黑棋很难下决心 从这边去吃 这样吃的话呢 白棋简单一虎 这个局部是这个味道太坏了 很有弹性啊 这个味道太坏 你咋吃它就作结 是 这个不舒服 所以黑棋如果说这么简单 在白棋靠简单这么定型的时候呢 这个棋又感觉有点太重复了 现在在看这个子啊 以后白棋很轻松就可以 就先留在这儿 先在这边跳啊 或者是什么 就普通走一个 普通走一个 随便从轻处理一下 这样下的话 黑棋确实不太满意 这个边本来是可以 围的非常大的 就变成 边边就要小空了 而且还要留着有 白棋的手段 对 这个震一下很不舒服 这个硬起来很难 这个真的不太好硬 两边一边震的话 一般会先考虑两边飞 是吧 王老师 除此之外 对 它实战飞这个 实战飞那边 比较也比较普通一点 有没有什么更严厉的 这种反击的手段呢 对 其实有点想反 从外面震 有点想从外面震 但是这个棋呢 确实这个震啊 也想攻到白棋 也很难 这个棋得 跟大家说明白了 确实 白棋这边 已经有一个子 作为声援了 它这么简单一跳 你就得跟着跳 你不能让它下来 下来就容易出演了 它这边尖两下 你这都得跟着 跟着底下硬 太长 都得跟着硬 对 但这么硬的话 实际上白棋很容易 就跟外面就连上了 很容易就连上了 连上之后 这个子感觉 这个位置比较尴尬 容易落空 对 这个子容易落空 现在这个时候 抢攻白棋呢 实际上稍微有点小问题 所以说攻也不是 手又不肯 那么这个局部 下起来就 有点不舒服 如果觉得感到不舒服 那应该是前面 哪处有点问题啊 对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跳 当时这一跳呢 我感觉也是 堂堂正宗那一首棋 不像坏棋的样子 第一感觉觉得不像坏棋 被白棋震到这儿之后呢 我发现这首棋 特别容易落空 其实特别容易落空 那么还不如 现在如果黑棋拖先 再去这边去打入做活的话 那这个子的价值 就变得非常的小 是 那这个棋 白棋震到这儿呢 布局上 黑棋有这个 没打开局面的这种感觉 确实是 实战呢 还是先 稳一手吧 捕回来 然后 白棋跳这个 这好气 这个跳真的是好气 他先交换之后 之后再补一手 对 他这个下法是很对的 策略很明显 就是白棋如果现在补的话 黑棋肯定不会走别的 黑棋肯定是跳 对 黑棋肯定跳 那么这个跳和这个跳 两个巨大的好点 都被黑棋走到 黑棋是满意的 那么白棋先震到一个之后呢 等于 黑棋在这个局部已经失去了刚才那个显而易见的好点 现在白棋 白棋也意识到了 这个地方要是被我们像刚才那个手段给打掉一空的话 白棋的实际有问题 白棋地不足 所以他奋力争抢这一点 这一点呢是胜负感很强的一种下法 就是如果说白棋现在在这个局部 比如说普通跳一个 那么黑棋这边攻两下之后 再回过头来把这个打入了 那么整体来说 黑棋其实形势还是可以的 又持平了 对 持平了 所以他现在撑一倒 先把这个空围住 这个跳价值确实很大 把这个子交给你来处理 怎么来进攻 其实黑棋好像又面临一个比较 又面临考题 对 但是呢 其实白棋这手棋啊 就是有点像一个战书 给你下了个战书 我先把我自己的围住 然后胜负的关键 看你怎么攻啊 这个 其实这时候我觉得作为白棋来说 朴廷环他已经做好了 就是小贩呀 对他猛攻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了 对 可是实战的小贩呢 没有在这去猛攻 他就选择这个阵 这手棋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如果说这手棋都算是 堂堂正正的 稍有问题 那这不起可能就有点还手了 对严重批判 这手棋也严重批判 因为道理之一呢 我们刚才讲过了 就是这个地方拆二啊 这个拆二白棋是很厚的 你站在一个白棋很厚的地方 实际上没有什么明确的手段 对 白棋现在撑起来的话呢 在这个局部 所为的空呢 也不是说让你那么担心了 这个幅度已经比较小了 那么现在其实胜负的关键 还是在这个局部 黑棋要想办法去攻这个字 一定要想办法去猛攻这个字 有什么好点吗 进攻的好点 比如说这样的飞过来 飞过来 那这个飞呢 就是确实 我们现在不下棋 我们说话有点 怎么说呢 站着说话不要 就是确实 小贩有他的压力 他肯定担心这手棋 如果要是对这个子的 进攻的过程中 万一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 他担心这手棋落空 对 因为这边已经没有什么明确的发展了 现在白棋要是在这个地方 生洗进来 生洗进来 万一就地做活的话 或者说跑出来 这小贩确实有他担心的地方 我在想 范婷玉因为第一局棋 已经获胜了 应该说是先得一分 在这个情况下 我不知道这个棋手 在三棋五番决赛中 第一盘先得一分 然后第二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可能是不是也因人而异 每样不同个性的棋手 会有不同的心理 这个不好判断 有的时候我看 但我看这盘棋 看到现在为止 觉得范婷玉 有点拘束 有点求稳的感觉 一面拘束 对 他今天这个棋下的 稍微有点拘谨 对 没有特别的发挥 尤其是这两首棋 这个跳和这个跳 但这个时候 如果从胜负的角度来说 确实他挣完了一个拖签 我们居然没有去惩罚他 我们也跟着去拖签 这个感觉上 气势上有点软 至少觉得这个棋和 这首和这两部去交换 那白棋明显得 白棋明显得 所以说黑棋甘愿吃亏 也在这个地方也不拼 就感觉上 气势上有点弱了 有些怎么说呢 是求稳 还是他的一个 积蓄力量 积蓄力量 我宁愿相信积蓄力量 但这个局部 确实客观来说是亏了 那么当然被震着以后 这个失去的这个好点 确实在这个局部 该下哪儿 也是挺头疼的一件事 他多了一个子以后 从这地方靠 这个借用确实是很多的 是 可是怎么也想进攻 很想进攻 怎么也想进攻一下 既然白棋已经把这颗子 丢到这里的话 你黑棋应该有拿出一些 手段来 这棋看得我是着急 着急 看得我是着急 就是确实是 进攻的话呢 我能理解小范的心情 确实有点担心 害怕攻击落空 对 其实说实话 以我现在的这个 战斗力和攻击力来说呢 我还也没有看出明显的好点 怎么一下这一步棋一下 就让他有点不好防守了 那如果有这种好点的话 我相信小范也不会错过 没错 那您也许是看了很多变化之后 觉得都不是很理想 所以呢 干脆再 防守一步 或者说是继续力量 交给白棋来先走 哎呀 但是从这个进程上来看呢 必须得承认 黑棋有点小问题 就这个要扣分 这个也要扣分 现在的布局呢 黑棋的形势不是很乐观 对 那九国这两步交换之后 我觉得白棋现在心里好像 感觉上更有底气一点啊 然后马上来 再靠 其实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 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啊 就是争夺布局的主动权啊 这个比较官方的说法 说的充足一点 就是牵着鼻子走 现在黑棋呢 有点这个感觉 就是白棋在这走一个 黑棋就应一个 白棋在这走一个 黑棋又跟着步伐 又应一个 这样的感觉呢 特别的不好 就是主动权 布局的主导权 明显是被对方给占了 其实这种 跟着对方应 好像是挺忌讳的一种 挺忌讳的 尤其在布局 在这个高手的对局中 这么下的话呢 有问题 这个不好 但是现在一靠的话 你必须得跟着走啊 这地方没有办法 这个靠 这个靠还真的 还不太好硬 实际上它是扳在二路 除此之外 还有别的反击手段吗 比如说 对我也在看 扳这个 扳这个如果我断 先打吃 打吃可能是俯手 打吃 打吃为例 反而不太好下 那我就单长 单长对 但单长的话呢 这个局部 这局部白旗靠这个 对这一袋好像 白旗靠这个 好像挺厉害的 我好像还能先挡一步 挡我吃 再吃 有没有可能 这样的下法呢 这地方虽然是蒸不掉 但是显然白旗是有 在这边寻求此处 这块虽然是看 有很多个 双打吃吧 但是好像不管 黑旗拔哪个子 都没有被白旗拔掉 这个子大 这样我拔一个子 在局部活旗是没问题了 活旗当然没问题 就看这个损失 损失 能不能彼补回来 看上去也还好 看上去也还好 因为这个活了之后 我这边有一个子 已经提前给你限制住了 中央你也很难 有什么太大的作为 我这个外事 好像很难起到 很大的作用 那我这现在要签 怎么办 我再提一个吗 要不然你刚才 就打出这个 我提 我拐回来 拐回来怕我怕 怎么打的结呢 拐回来 其实我从外面 搂住也可以 这样 这个应该摆期 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吗 对 因为把黑棋 这几个子 给拎得不活了 如果这样的事情的话 它这两个子 会不会还起到一些作用 那白棋的成功 还是可以看到的 因为本来 你这有了这几个子以后 你是憋着 要在这打入我的 现在这三个子 一薄那边的孔 白棋比较安全 这打入的可能性 会大大降低 我们摆的这个图 实际上相比于 后来的实战 我觉得黑棋 控的说过也不少的 对 这个图应该 先把实力给拿掉 那么这个扳了 退白棋 还有其他下法吗 如果像刚才的 这个下法 黑棋未必 也是不能接受 如果这样下的话 像这种 脱 脱了 像它扳在外边 这个下法 你现在断 它就吃 这反正也没有什么 特别有利的手段 如果单长呢 单长 它贴 在这个局部里拆 它很大 这个局部要做活的话 难度比后来要大 后来白棋就是做活的 太简单了 对 做活的太轻松了 我觉得实战 黑棋在这 硬法又有点简单 这个地方恐怕 小范的硬法 实战的硬法 还是要扣分 搬这个有点太随手了 搬这个有点随手 实战这个局部呢 白棋硬的还真的是不错 这个得肯定一下 这个连斑 连斑 黑棋不好硬 当黑棋斑的时候 我想它应该会考虑白棋 无非要不然就是 低杆是断 或是连斑 这种长啊 之类的下法 对 其实就断的话 断是长形 断的话 黑棋肯定是吃 然后估计小贩 想的是这个变化 吃 然后黑棋提 如果白棋吃的话 小贩估计会翻起来打结 然后利用这种地方当劫财 我估计小贩 他可能在这想的有点 稍微简单了一点 觉得这地方有劫财 打结不怕 可以跟白棋进行开结的 这么一个进行 这个是小贩的预想图 预想的黑棋 白棋最可能下法是断进去 这个我估计是小贩的实战的预想图 那么实战 白棋这个连斑好棋 这个打破了小贩的这一个计划 这个棋在布局的 这盘棋的布局里面呢 发挥的并不好 那么搬这个的话呢 黑棋有点难硬了 黑棋现在不法去这么下 因为你现在最强的 就是打实在街上 低感很想这样 对 但是这个时候 白棋这个靠的引征 是绝佳的引征 下面这两点就AB见合了 我们看刚才 这个靠也是一种引征 但现在黑棋低了一路之后 正好你现在打的话 被白棋一征就征掉了 这个引征黑棋吃不消 而且就算征不掉 我觉得白棋这个回环余地 比刚才还要充分的多 对 所以他实战呢 在这个地方能够选择的余地 并不是很大 他就只有去打吃这个 打吃接上 然后再接回来 对 这样的话呢 白棋在这个局部活起来 就比我们刚才摆的那个图 要容易的多 因为这蛮交换的 对 这二路搬一个 被对方打拔掉 活起会很容易 对 这个搬是拒损的一手棋 对 现在黑棋只有挡 白棋搬 再黑棋搬 白棋再一个后一个 下一手这个一路搬 和这个二路打拔呢 建合 这个一建合的话呢 也就意味着白棋这块棋 活的是比较清楚了 对 那么白棋从这个阵开始 一下靠下来 很轻松的这个地方 摆出了一块活形 这个局部的定型呢 黑棋不满意 黑棋无论如何是不能满意的 这白棋活的实在是 出入人意料的轻松啊 这有个字 对 那么现在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黑棋的实控上的差距啊 逐渐有被拉开的趋势 本来我们刚才摆那个图 黑棋要是挑这个的话 这边控很多 或者说黑棋打路到这边呢 让白棋的控变得很少 这个都是可以的 现在等于这边 黑棋也没守住 这边白棋的控黑棋也没来得继续破 等于两边在实地上的收获呢 黑棋都是失分的 是 黑棋都是失分的 所以这个棋 如果这样来判断的话 应该黑棋局势不是很能够 要着急一点了 要着急一点 主要是实地上有问题 对 我们看这个 范婷玉怎么追赶 打路 现在也只能 是不是也是 必须要下的一手气 这个是必须要下的一手气 这个打路的话 如果上边 如果左边要是 还是被白棋围住的话 那个控制 无论如何是追不上的 必须打进来 这样才能保持实地的平衡 是 飞 这个飞的攻击也是 普通的是尖 普通的是尖 尖一个 尖的话 本身白棋在这个局部 怎么活呢 如果剪的话 它应该是有活气的办法吧 大概还是要拖一下吧 还是先拖 我再扳坐 然后再点 是这样吗 估计会是这样 应该是 点的话白棋挡 我挡吧 对 黑棋爬 长吗 长它冲一下 然后退 把这个局部 这个的话活气倒是不难 应该是能活 我大概沾上 对 你接它就 这段虎一个就活了 这样活得比较清楚 这样活 如果这样做活的话 也还算 凑合吧 实际上还能 对 追回来一些 实际上还在保持着平衡 对 那可能白棋对这个 还是不太满意 白棋不愿意让你 就地做活 宁可把你轰出来 供一供 是 可见今天朴婷环的这个策略 还是比较积极的 虽然它是先梳理盘棋 但是 好像并没有这个保守的概念 对 这个地方的打入呢 可以说是胜负处 可以说是胜负处 前面的几个 前面的几个回合呢 白棋稍稍得分 稍稍得分 但是远远没有到 就是把对手已经拉开一个身位的这么一个概念 还没到 现在黑棋这个打入 如果说处理的很轻松 就合棋的话 双方的实际差距还是会回到同一起跑线 现在虽然是我们感觉 王老师跟我们分析了 黑棋有几招 棋都是失分的 但是呢 还不足以影响到这个 一胜负还远 一胜负还到 真的是孩子 他实际上这部 他实际上这部 也是下得很有气势 很有气势 就是实际上这首棋 我是觉得风险也是很大的 因为黑棋这三个子很强 贴着这个很强的地方 哪怕等会再走再走 也未必会有什么明显的成果走出来 确实是 看看就是 他这首棋颇有点已经带动的味道 就是看黑棋自己这么处理 我刚才尖的话 你不是左拖右点 你还可以有借劲吗 那我不跟你借劲 看你怎么来处理 他有点这个概念 好 我们看黑棋 黑棋也事先拖一手 然后点 我刚才的预想是比较一致的 你这个子波罗是放在肩 还是大飞 我都是这么货 那现在点的话 白棋这个子放在这 就是吃这两个粉的价值变大 白棋有没有可能挡这个呢 挡过这边来 那我肯定是要先搬一下 对 我吃这个有可能吗 嗯 看一下啊 先记得粘上吧 接上啊 我充一下吗 充 断不知道能不能成立 断有点危险 嗯 比如说现在先 反正是摆变化 我们先把它断一下 断它长 打吃吗 先打吃还是加一个 打吃完了再加 它吃出来 嗯 这样的下法也有风险 如果黑棋这么 我就损一点吧 这里顶住 这样做法有点辛苦 有点辛苦 估计你刚才打吃 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寻求 先压一下 嗯 先压一下 然后再跑出来 这么一个下法 可能要寻求这个下法 这个针子是黑棋有力 嗯 这样的变化有点复杂 白棋没把握 白棋没把握 它实战还是算了 嗯 白棋选择是挡这个 这个比较简单 对 嗯 打的时候黑棋选择的是小尖 对 也只有小尖 也只有小尖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爬 可不可以 完全还原 嗯 不能算完全还原 刚才我走在这儿的时候 你正好一冲一退 你是有接劲 现在我这个子离你远了 你反而不好接劲 反而没劲了 没劲可见了 你现在退的话 我不从那边走的 我就立这个了 哦 比如我单退的时候 就立了 是 我现在再冲 好像就有点 刚才这个子方炸 是必须 对 只有直死一手 现在在冲 现在好像 有点小问题 不知道能不能冲得着 都是这回事 不好说了 所以他选择这个尖 还是有道理的 嗯 哎 我们 我们把这个棋摆到这儿 这是第 这是第五十一手 第五十一手 五十一手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好的 等会不会后来 给大家继续来介绍这盘棋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接着看 现在这个棋在左边的滞沽呢 显然是行为成为的 这个局面的焦点 如果这块棋滞沽的成功的话 这个局势呢 还降伏在一个相对平衡的 这种情况下 胜负就还未可知 还漫长 嗯 白棋力 这个显然是逼争的要点 对 当初黑棋很想搬 对很想搬 可惜不成立 哦 为什么呢 有手筋 手筋 这个你应该能看到了 是跳吗 对 这个搬要是能成立就好了 很想搬 如果能交换到这个 那再接回来 那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太幸福的事情 往往不靠谱 如果这样子进行的话 对 你沾我就 拖回来 这样活起来比较充分 可惜 可惜有这个跳 这个没办法了 我冲的话 就被一段 显然是 这不行了 就算跑出来 这个局部也是 无根的 是 这个手机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好 反正 对 如果下成这样也不行 这边好像基本上 对 这样跟刚才我们单档 那个变化又差很多 你搬单的结果都没有了 对对对 我们看它实战吧 所以它是小尖 尖 白旗大人力 然后黑旗 这时候其实的飞 这个飞的悬点 可能也确实是比较头疼 普通来想还是要跳 还是要跳 它这个跳 它为什么不满意呢 对 这个旗行也是比较 挺有趣的一个旗行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点 它还是讨厌被别人刺一下 可能是讨厌这个的 再刺一下 刺我得粘住吧 然后 然后再这样跳 你冲它就退 你冲它再退 没有什么太大的气 这个地方 这样可能它觉得出头出的有点不舒服 如果靠这么压出来的话 那很难过 觉得有点 有点太亏了 对 它选了这个飞 但是飞的话 白旗贴一下 黑旗长 那么这个局部 这两步交换 感觉有点 有点 是不是有点俗 有点俗 对有点俗 现在白旗虽然不能够马上在这冲端 但是黑旗这个形状是有欠缺的 将来得补旗 白旗现在往外压 你看黑旗这个局部已经 已经是不太好动了 马上这边要冲端 它是补回来了 会补 除了这部补 好像也没别的办法 每一步旗 其实可能黑旗都在 都在想办的 本身这个虎不是很舒服 这个虎以后被刺一下 就不知道接哪个 当然本身这个虎凑白旗往外扳呢 也是可能借劲的旗 所以它回贴 回贴希望在这地方还能做出一些眼泪 白旗靠 黑旗退 这个局部不能跟着硬 再跟着硬的话 再跟着扳的长 等于是越发的给白旗借劲了 对 现在王老师 现在这块黑旗啊 是个什么状态 局部能做活吗 局部不好活 已经不好活了 局部不好活 但是出头呢 面还可以 这个补回去以后头比较硬 白旗要想封住黑旗的头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白旗这个拐 这个拐呢 很冷静 是一手旗 如果不走的话 这个局部将来借用很多 比如说像这种 对 加一贴 可能就把它分断了 当然白旗也有可能会抱吃 但是白旗可能考虑到 黑旗即便退回来 在这个局部也没有办法一手旗做活 所以他就没有选择这个 拐一个还是比较厚实的 对 这个抱吃 其实我看也是完全可以考虑的一手旗 如果抱吃的话呢 就是将来黑旗从那顶的时候 你要退这个跳 你自己有欠缺 对 没有连上 他这个拐呢 应该说白旗这时候 有点稍微有点优势一试 稍微有点优势一试 优势的时候就把自己下后 下后 嗯 拐过来 退 对 这时候黑旗必须得退了 因为下一手旗 白旗抱吃不仅目数大 而且对黑旗的眼型伤害非常大 是 这个退本身目数的价值就有15目以上了 还关系到后报 退的话 这个局部 这个局部将来轮白黑旗下的时候 一手旗就能活了 就能活了 黑旗这个局部已经有一只铁眼了 以后一段你吃它在一小间 这个局部就活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对 这一小间 一小间 就活了 但千万别着急跑 跑被别人露包子那就活不了了 对 小间 下一步旗有长 嗯 这可以作业 对 这手旗 退完了以后 黑旗再下一手就可以在这个局部作活了 嗯 所以呢 整体来说这个地方的质孤 黑旗还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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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成功的 首先成功作活了 嗯 把白旗 白旗将来要杀的话 白旗可能要再走一手杀 但是黑旗头毕竟还在外面 对 黑旗这个拐头拐出去 这个局部要想杀也并不容易 嗯 所以说退到这儿的时候 局部的质孤还不错 然后现在局面的焦点转到这边来了 我们看啊 白旗贴 嗯 其实这个时候白旗贴呢 黑旗的本手应该退 还是要退 这个时候黑旗的本手是应该退的 如果退的话呢 从物数的角度来说 双方的这个差距没有拉开 白旗稍稍的厚一点 嗯 稍稍的厚一点 应该说 进入关子的话 黑旗还是很有机会的 棋局还比较漫长 棋局还早 白旗下面大概最大一手其实爬 嗯 爬的话 黑旗再进行关子吧 进行关子 我觉得这个旗 黑旗是稍微差一点 是稍微差一点 但是离输还早 嗯 完全可以收一手 还有很多拼搏的机会啊 可以收一手 那这个地方呢 确实有的时候啊 骑手有一种心情 就是这时候小贩肯定意识到了 局面呢 已经这个走向啊 对自己不是很有利 嗯 所以呢 碰到这种选择的时机 就是选择忍 还是拼 这时候往往很少有人 在不利的情况下 还选择忍忍 对 其实小贩这时候也不例外 但是 不管怎么说 这个扳头呢 其实也是 稍许的有点拼得过猛的一点 因为白旗肯定要断 白旗这个局部肯定要断 本身这个断的 在局部的作战呢 就难讲 就难讲 加上黑旗这块旗 毕竟还没有活进 嗯 所以这个对于白旗来说呢 也是 没有选择的一部旗 嗯 白旗必须得断这个 刚才我们说黑旗如果先走的话 退一个 是活的 能活 但是 毕竟还没走 如果外面刹了刹了 白旗上面有两个子的 在动手伤你的时候 这个黑旗也是很危险 我们要留一个这个概念 这个旗啊 还欠一手旗的感觉 还欠一手旗 现在白旗这个断呢 在这个局部 实际上黑旗也不是特别的好下 嗯 黑旗如果这么普通的打 我们先看行不行 好 从这打 白旗立下来 黑旗如果就这么贴到底 如果就这么贴到底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旗 就算 黑旗能够吃掉白旗 黑旗也是不便宜的 白旗就很利 利 把这个吃先抱吃掉 上面打掉吗 打掉也可以 然后这么吃 我这个 你大概收气 我直接挡吧 但这样的话 实际上这个木术啊 虽然吃了几个子 从木术的角度来说 黑旗还不如退的木术大 对 这个局部是收气了 因为白旗这边 已经活尽了嘛 你这个厚到什么程度 也没有用啊 也没有用 那么像这样的话 白旗可能就再杀进来 去进攻你 你这个图 你这个 这块旗啊 在黑旗 在白旗的这个铁头上 逃跑是很辛苦的事情 对对对 这个白旗铁后 现在白进攻 黑旗是没有什么后顾的之忧 这样简单的走呢 本身可能 甚至还有一些 对杀的可能性 但白旗就算 那么气掉 黑旗也不满意 你看 所以黑旗这时候 比较强悍的呢 是要求把这个子 全都吃掉 比如挑这个 挑这个 要求就是 不收气 直接把你全杀掉 但这样的话 白旗可能就要退出来了 白旗这个退出 下一手这个针 和这个靠的剑合 这个旗 这个子呢 正好能够用上 可以针子有力 对 实战黑旗选择 是最凶的 从这样去挖毡 就是 这个挖毡 很危险啊 对这个挖毡 就是很危险 但是它要给白旗留下断点 这个子就当你 没什么 没什么后续手段 就当你什么 已经死进来了 这么一个感觉 这个这招旗很厉害 如果成立的话 嗯 这个班就会 很逼 退一个要 对 这 穿挖 这三手旗呢 是典型的胜负手 对 就是要求在这里 跟你决一次战 啊 看看能不能够 达到效果 因为现在 现在白旗如果 这么普通的接 黑旗再跳回来 那么你这个子 你如果真长的话 我这多了这些啊 你再 我再长出来 我把你挖中了以后 这个旗 将来断就要 对 你靠下来就靠下来吧 反正我这旗大概是能活 啊 能活 然后从外面再供杀你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旗 白旗拼得也很凶 白旗就长 嗯 这有个字 嗯 挖毡以后 白旗就长 这个旗白任战了 现在这个真是 彻头彻尾的白任战了 现在没什么道理好讲 马上好像要在这处决一胜负的感觉 嗯 有一方 嗯 有点危险 这个看不清 但是呢 我能看到的一个核心的胜负的关键啊 就是黑旗这个长到底能不能成立 这是一个核心的 呃 胜负的关键 怎么说 如果说长成立的 如果长 嗯 比如说白旗要在 白旗 那么我这边应该不会死 嗯 我现在再回过头来顶 把你这个吃掉 那么我 长在这儿把你吃掉 这个旗胜负可能真的要逆转了 啊 这个真的要逆转了 这个吃起来就比较包反了 全送进来了 对 全送进来了 那白旗不肯 如果不肯被吃掉 对 你现在搬我一段 怎么走都没有用 就被吃掉了 刚好是 气不够 那如果白旗在这个局部就是看这地方白旗是不是要补 白旗最强的是尖这个 嗯 尖这个 然后就是黑旗打吃出来会是什么情况 这个地方是变化超级复杂 这个地方必须要算得很精确 要算得很精确 询感觉是不行的 这个是胜负处 哎 这是真的是胜负处 白旗贴 黑旗这时候只有长 只有长 只有长 扳不好 扳我就弯 你还 两边还是吃不了 没法紧气啊 还是长 下一步去要吃 对 下一手这边要吃 这边要跳架 看上去呢 好像白旗是不太行 对啊 但是白旗这个旗是不是可以硬贴 硬贴一个 你给我简单的虎是被黑旗比较容易的处理了 这样的话 其实也白旗也不见得不行 白旗就挖 嗯 这样形成一个奇怪的转换 对 这个吃饮吃不了了 我接上 你做这个 这样 那这个转换的话呢 现在白旗这边挤杀是杀不掉的 因为我这个头可以拐出来 这个你杀不掉 那么这个局部进行转换 白旗把底鞋都控破了 但是黑旗的金样围了很多幕 这个转换其实对于黑旗来说呢 虽然说胜负难讲 不能说的是逆转局势 但是等会大家看到实战的结果 应该意识到这个旗 黑旗比实战结果强太多了 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呢 黑旗应该是值得争取一下 和实战相比的话 是可以满意的 是可以满意的 所以呢 现在核心的关键就是 白旗这个贴能不能长一 看看能不能有更厉害的 首先它这个虎的话 虽然黑旗可以满意 但白旗也能下 也能下 我们再看白旗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下方 这个贴 贴你就不能加了 对你拐我 拐了坏 你这边多一两个先手 这个是没有用的 你交换完以后 这边可能要死的 对 关键你交换完以后 你还是加不住 这个局部 我们看如果加的话 再加我冲 白旗可以冲 打吃 打吃 再拱出来 刚好虽然比较勉强 但刚好能够出台 是 一般我就打吃 再打吃 这个字还真发挥作用了 再沾 你现在怎么贴 贴不住我 现在这边的黑旗呢 是四口气 三四 四口气 想要延气是不是 没有办法延 延气很难 这个已经被顶到一个 比较核心的地方了 那这个地方 黑旗还真的是 虽然子多 但是就是受不住白旗的气 如果这样下的话 黑旗就崩溃了 但是黑旗呢 我刚才看了一下 黑旗这个地方 似乎也有好旗 就是我们不要生家 我们不要生家 我们飞这个 行不行 拐吗 不用拐 先不管 就直接飞这个 单飞 稍微的虚一点 对 直接飞或许是好旗 如果跳 跳别挖死了 明显是有一个 这个地方 跳别一挖就挖死了 如果弯 弯就顶 顶过 这个白旗也不行 尖呢 尖倒是下一步好旗 在尖我可以挤这个 先挤 我首先不能火 不能火 你只有尖 我只能沾 然后我再尝 我如果跳的话 跳这个不行 跳这个就挖死了 还有一挖 只有跳这个 只有跳这个 但是跳这个的话呢 我现在再回过头来搬这个 这个白旗危险 这个地方的对沙非常复杂 对 我现在这个地方交换很重要啊 我现在搬 我现在搬 我再挡 不 你不能挡 我不能挡了 对 如果你挡的话 我一接这个旗 你杀气 你是不够的 我这边很多很多先手嘛 你要在这个局部定型的话呢 你的最佳手段是断 就是如果这边都没有关系 我搬的时候 你也是不能挡 你应该断 好 断是好气 断这个旗 是最佳的 紧我的气的手段 我不能单吃 单吃被上面打过来 那我只能 你如果吃 我接上 我再吃回来 你再吃 我再掐吃 这个地方的计算呢 可能对于气 我们来说有点难度 这个提是 不能提 只能接 然后我再一粒 先看大头鬼 这个你不行了 但是呢 在现在这个局面下 别着急 我搬 你断的时候啊 我不会从这打吃 你现在不是跳到这了吗 我这边有冲断的手段 我可以从这打吃 先打 那我只能粘了 对 然后我再粘长气 你走这个 你只有吃 然后我现在再冲断成立了 我这个两打先手 一冲断 就是为了要这两个先手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计算呢 挺深 挺深的 我刚才也是看了看 好像这个飞是可以成立的 哦 这个飞是可以成立的 如果飞可以成立的话 嗯 那它这么进行 嗯 对 所以说 把黑旗或许应该尝这个 那这个局部呢 小贩可能计算的 有点有点小问题 那不 我们接着 我们接着再看一看 还有其他的变化 其实 就是飞的话呢 黑旗 黑旗担心的啊 我觉得小贩这地方应该都算到了 就是它那么多时间呢 而且小贩的计算力超强 它算的可能担心是什么呢 可能担心冲 冲完了以后 先挖 你得拐 我拐 对 然后它打这个 好 再打 再打 嗯 长 长 然后这个地方吃 它有先手 嗯 那顶掉吧 嗯 顶或者接都可以啊 然后现在轮到白旗下 能不能杀这个 这个是超复杂死货题 现在轮白旗下 能不能杀掉 如果能杀掉的话 这个旗 飞旗还是不行 啊 刚才我们说挤一个 嗯 怎么样 现在挤它团 团 团还是退呢 团吧 团是可以的 我是 你要想杀我的话呢 你就得吃这个 吃这个不行 吃这个刚才我们摆过的一段 对啊 一段一时间就活了 你现在要想吃的话 你得走这个 那走这个的话 我这个粘好像是先手 这个旗 小贩不知道能不能算这么圆 但是这个旗 确实以我们现在来看 黑旗是 黑旗是不会被杀的 黑旗先冲一下 再接回来 是先手 嗯 我再点进来 你点进来 点或者斑吧 都可以 然后我这边叫吃是先手 我沾上 再一段 这个白旗要出问题 这个白旗的气看起来很紧啊 对 这个白旗出问题 你现在打吃了走 我从后面一扑 蒸掉 哦 好复杂呀 从这边长 要一直计算的 和这边的 这个死活有关系 复杂虽然复杂 但是 好像是 如果能看出非的话 是一本道 对一本道 就是 是很有联系的 是个必然的结果 嗯 因为黑旗长的时候呢 就是等于 给对手的选择 就不多了 对 黑旗长 白旗估计只有肩 嗯 白旗只有肩 否则的话 这个被一托死 那这两个子 这么死进来 黑旗就逆转了 完全逆转 其实是一个直线型的 一个算术 一个直线型的计算 虽然手术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 对范婷玉来说 不会很复杂 还是想尝 我觉得小范 这个地方呢 今天的发挥啊 从布局和中盘来看呢 稍微有点拘谨 有点拘谨 有点拘谨 离这个世界冠军 越来越近 其实真的是 对啊 就是对于小范来说 还是年轻嘛 毕竟16岁啊 嗯 还是年轻 对 这个棋计算的 有点浅了 这个应该长 无论说应该长 当然了 王老师 如果长的话 中间出现一步漏算 可能就马上 这般棋就中手了 小范其实可能 也担心这个 就是这个长距离的计算呢 确实中间的 分叉路口呢 还是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 但是从后来的结果看 这个地方 没有拼这一下啊 很想拼一下 对 没有拼这一下 反而给白棋 白棋反而活动开了 嗯 就这一棋 有的时候 真的是两强相遇 要勇者胜 这个时候 小范在这个局部 稍显有点保守 对 这个地方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变化 如果有机会的话 听听范婷玉 他当时的计算 和一些 他的想法 那是很好的 是 嗯 这个棋 他其实 我倒是觉得 他已经挖毡了 难道在这个地方 没有做好跟队伏 拼一下的准备吗 一决胜负啊 会不会到 之前做好的准备 到临下 临这个决断的时候 又有点 犹豫了呢 其实也是有这种情况的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 从胜负师的角度来说 这种犹豫 是很可怕的 是吧 他实在那个飞呢 一看这个形状 就很不舒服 嗯 很不舒服 这样的话 这一飞就刚才那些变化就全都没有了 就失去了 白棋跳 还是往回缩离不弃 黑棋贴 像这个局面 黑棋也不能容忍被这么压回来 嗯 黑棋贴 然后白棋这时候再冷静地接回 对 那么跟刚才我们摆那个图呢 是完全两码事了 对 本来一尝 当然就直接吃掉了 如果刚才能够顺利的白棋吃进去的话 现在关键呢 这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黑棋这块没活 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隐患 对 要被白棋猛攻 第二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形状 留有巨大的缺陷 这个格估计是小贩 没有预料到 虽然你已经飞离手 但是好像 有问题 里面还有严重的问题 现在黑棋长 白棋虎 黑棋再长这个白棋贴一下 那么胜负处呢 在这里 贴 黑棋当然这两个字一定要逃跑 对 现在呢 胜负处其实在这里 我觉得小贩可能对这个局面的预判啊 出了一些这个计算上的小问题 嗯 他觉得如果说黑棋这边的联络没有问题啊 就死活没有问题 虽然看起来有点惨 嗯 形状二路上 这个有点委屈 但只要在这儿不出现问题 白棋这边欠的断 这边也不知道跑什么时候 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 黑棋的胜负还是有得拼的 但是现在就是 他小贩可能没有想到 这个局部被白棋这么一尖啊 黑棋挡不住了 这么严厉啊 对 这一尖就是 一箭刺中要害 对 这个就挡不住了 这还粗一看的时候 这个飞感觉上联络 还是比较完整的啊 但是当白棋这个小金之后马上我们就看到黑棋的联络 是有一些问题的 你看实际上他没有 没有敢挡住 是立了一个 如果挡住的话 我老师是有什么 这边有什么棋吗 还是断 他怕什么呢 还是断 对 那我还是要先打 还是只能这样 这个这个很痛苦 这一打 我首先不能提 提的话被这个 接不归了 只能粘上 按着离 这是一个大头轨啊 对 再斑 这个 这个很痛苦 这个 挡不住了 我如果 断 断的话 我 你这只有三口气 我就能退出来 你气都不够了 收掉 只有三气 嗯 气不够 对 气不够 我现在只有夹 我只能夹过 夹 但是我这搂完了以后 我这么揪他虎 嗯 你打吃 对 我做这个 你尝 我再冲 你都顶不住 顶不住还只能退 你顶住的话 对 你还只能退 那你急也是先手 对 那这没法看了 对 急还成先手 这三个子都被 对 割掉了 这个 这个其实 这个是不可能出现的局面 这也太惨了 嗯 所以这个肩 严厉无比 太严厉了 小贩在这地方 的计算 有点失误 他会不会没有 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局面 他或许以为肩的时候 可以靠实战的这个力来防守 觉得虽然有点委屈 但是勉强能够都连回去 对 这个力的话呢 白棋当然冲 现在呢 实际上白棋实战 确实也是下出了一步 很很漂亮的一步 妙手 调听环 对 我们调听环 不是 我们这个很有点 不太愿意啊 但是确实 调听环实战下的这步棋 很让我们有点纠结 调听环呢 今年虽然只有19岁 刚才王老师也说 他是末代的傅瑞通的冠军 第24届傅瑞通的 也是傅瑞通历史上 最年轻的一位世界冠军 而且呢 他在韩国也是曾经占据过 韩国等一分第一位 超越了李适时 所以还是很有实力 应该说是 应该说是李适时之后 韩国最有希望的一位年轻骑手 小藩这个地方毫无疑问 出现误算 出现误算 出现严重的 他可能以为啊 白棋最强的就是单家 但单家的话 黑棋一弯顶 这个棋 黑棋不会死 现在如果你立的话 他一打吃一拐 就没问题了 那么白棋如果说 继续团吃的话 我搬一个 你搬 你尝 你尝的话 我一顶就活了 你最凶的话是走这个 那走这个的话 我跳进来 这个棋是很难杀我 挡呢 挡这个 其实挡这个 如果挡这个的话 他就是可以 其实就是贴这个呢 贴这个 这个棋 能活吗 他是不是可以 靠一个 靠好像不行 靠 靠我可以扳下来 哦 断的时候 那他们 他可能选择是扳这个 这个顶完了以后 扳这个 上面有断 对对对 就是扳这个 嗯 扳的话 对 断不行 断我贴的贴下来 就出奇了 断的话可以贴下来 对贴下来 对这样 那我只能走这个是吧 走这个我就算接也可以 你弯 我这个断先手 哦 接这个不行 接这个要先断 要先断 先断你要跑一个 然后我尝出来 这个 这个白起 嗯 不行 吃不掉 这个跳是 呃 必须要跳 如果不跳的话 是不是 飞哪边 飞这个就 黑鸡飞一个 它是 这五个 四个子是被吃掉的 是的 那么它这个飞点 它实战下的这个飞点 确实好起 嗯 这个飞点等于 跟刚才相比的 无形中紧了黑漆一口气 这个飞点 还能意图什么啊 如果你粘 比如说 如果你普通的粘 它再加 这跟刚才就不太一样了 有什么区别和刚才 它走这个 嗯 刚才我们说再斑 对 还用这一招行不行 嗯 你现在这个断来不及了 我先走这个 我再断行吗 你再断它吃这个 我们刚才说可以飞过来 飞它 因为它点到一下 它现在收气就行了 通我沾上 对 然后再再收气就可以了 哎 那刚才不是一样吗 刚才不可以 你没点到这一下的话 它 你现在怎么紧气呢 你现在走这个黑壶 就尝一口气 你点不掉这一下 它这个一路点 你再点 你现在再点 它怕吃 它吃完了 粘在这 嗯 人家不可能 粘在这里了 是粘在这里 上面三气 嗯 下面一二三四四 四口气 是 这个旗还真的是很精彩 它这一路点下得很妙 太妙 很妙 刚才看到 第一感看到一路点的时候 就觉得要么是 妙手 要么就是出现什么误算 可是可惜的是 嗯 这种局部一般 白旗使出来的时候 还是黑旗失误的可能性大 哦 白旗是看好的嘛 它有很多时间可以计算 如果说 没把握 它就不走这个了 对对 这部点确实是妙手 这个 遭到这一击呢 黑旗麻烦了 小贩这个旗 有点麻烦了 如果现在为这个黑旗想想办法 嗯 这个 如果不沾能先 冲一个吗 冲 也够呛 不像能行的样子 冲它就算挖你也不好办 这一带就是气太紧了 嗯 只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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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还只有团 那我们看这两个子 对 那它现在直接扑进来就可以了 扑再提再扑 你那个局部是做不出两只眼的 扑提再扑 对再扑 我再提 打得吃掉 嗯 这个局部 这个在这个地方 要做眼 麻烦 嗯 这个其实就是 确实它这个点 还是挺精妙的一部手机 对 嗯 实战下到这个被点了之后呢 黑旗不太行了 实战黑旗只有接 然后再加 在加的时候呢 小范选择的是这个 拨来进行来迷惑一下对手 嗯 但是对手这个横顶的时候好起 现在关键是 刀到这一点呢 黑旗这五子的旗筋不敢要了 实战黑旗选择在这样的下方 拐过来 对 让白旗把这个冲 把五子旗筋气掉了 对 那这个吃掉 损失太惨重了吧 这个吃掉损失太惨重 这五个子吃了以后 这三个子也变得 没什么太大价值了 对对对 而且呢 最主要是刚才我们描述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小范他所梦想中的一种状态啊 嗯 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对 原来他是想借用这边让白旗补断 然后这边来猛攻白旗这几个子 那现在这五个子旗筋一被杀掉之后呢 等于这些想法都不太可能实现了 是 哎 所以说 很可惜啊 胜负处 这是 这是胜负处 那实战呢 就是这样进行的 那 当白旗冲过来以后 嗯 局势其实对黑旗来说 已经是 对 非常危险 极端的危险了 是 后面还有很多进行 哎 当然了范婷玉还得继续努力啊 再拼搏 哎 其实从整体的作战来说呢 黑旗在实地上并没有太大的亏损 嗯 就是黑旗这边的空守住了一些 然后这边的空呢 也破掉了一些 嗯 但关键的是 就是他没有亏损呢 也没有所得啊 嗯 白旗吃了 中央也有拾木旗呢 关键就是厚薄的这个态势啊 发生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对 原来是黑旗厚过白旗 嗯 虽然有一块枯旗 但是整体的这个地方 外面的潜力呢 也不小 嗯 现在就是一下这个厚薄一下逆转了 厚薄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是是是 现在一些挡 嗯 白旗挤 还进行这个搜刮 嗯 哎 这个地方呢 小贩给我们表演了一个小手筋 嗯 吼完了点 好奇 好奇 局部的妙手 嗯 这个白旗没有什么反抗手段 只有只有挡 挡 然后相关的那是这个夹 夹的点小便宜 不能拐啊 拐的被断 这个占了点小便宜 冲过来 嗯 这个冲还是要冲的 嗯 然后 黑旗接 这个局部呢 定型大致如此 大致如此 然后 白旗是 白旗斑 嗯 这个斑价值还是非常大的 目数价值很大 嗯 现在飞旗呢 选择实战这个家呢 略有痛苦之处 我们刚才说过 本身黑旗这块旗 将来靠这个断的手机呢 是有希望求活的 嗯 但是呢 那个断很损实力 嗯 现在黑旗地不足了 所以黑旗在这个地方 选择的是家 要实力 对 要实力 但是要实力的同时呢 顾一下 嗯 要实力的同时呢 把自己的眼给灭了 自己把自己的眼灭了 将来这一代是没有 已经没有眼位了 对 全部不活 所以这块旗 黑旗现在捞完这点实力以后呢 就得往外逃跑了 嗯 往外逃跑 他还不愿意往这边跑 撞后 在这边做点借用 这旗呢 也迷惑 迷惑的作用也不是很大 白旗硬的很简单 就从这边追过来 嗯 从那边追过来 现在黑旗呢 这边的逃跑 其实都是单关 都是单关 对白旗呢 几乎是没有任何作用 而且白旗多两个子之后 中斧也有 有稠目的 隐隐约约出现了潜力 嗯 靠一下就退 硬的很简单 冲一下就挡住 就挡住 对 因为这地方再不冲 小心挖断了 嗯 这个旗 黑旗暂时的逃脱危险 但是呢 也付出代价了 白旗这个地方 阴隐约约的涨了一些木 对 其实这就是 白旗它这后视的威力啊 后视的威力 就这个 这个一个正常的定型 剑合 双方剑合 是 然后黑旗飞 飞过来 对 飞对中央架整个大 白旗这个断好旗 我们看下在这儿的时候呢 因为白旗的优势 比较明朗化了 嗯 嗯 朴天华呢 也是 比较放得开 这个断确实是好旗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断你应手 我比如说我这样吃一个 你吃它一路再叫吃 你有点痛苦 那我只能沾上 以后 那么这样的话 以后我爬的街还是先手 上面还多一个长的先手 这是白来的 左右背身 如果我要不交换 我要直接搬呢 你一退 我再断 你肯定吃上面了 对对对 先断是好旗 这个确实让黑旗很头疼 嗯 黑旗实际上选择是吃 强硬的吃 强硬的吃 白旗跑两下也是有所得 外面多了几下先手 对 嗯 这时候别冲了 再冲被贴在上面了 对 所以 斑 白旗斑 这块 黑旗呢 还是没有活得很干净啊 对 这个很不舒服 那只能沾上 只能沾 嗯 然后白旗就保持 这个中央的收获 潜在的收获 还真的是挺大的 对 白旗的目数啊 肯定会越来越多 对 黑旗 关键跑的过程中 这一串全是单关 这个目数的还债还得很厉害 白旗跳 黑旗还得长 还得长 每首期白旗的价值都比黑旗大 这个确实就是在后半盘被搜刮的这么一个结果 对 跳 冲 嗯 它是煎的 哦 煎的 煎完了以后 挤再打吃 这样 白旗这个定型定的就是游刃有余了 就是黑旗 空旗这没怎么增长 对 虽然吃了很多子 嗯 嗯 其实下到这儿 这个旗跟胜负应该说 关系不是很大 关系不是很大的 白旗 在攻的过程中啊 在搜刮黑旗的过程中 这个地方的目数呢 又有点膨胀起来的感觉 一边一边攻一边自己掌目 刚才王老师说 这个虽然是旗巾被对方吃了 但是目数可能还能有一定的平衡 嗯 当时的目数 就会离的不是很远 当时的目数价值呢 其实差距并不大 但是呢 这一期就像你刚才讲的 后卫的价值呢 很大 白旗太厚了 走着走的过程中 你看这手旗你一走 你是为了限制它这边 对 但是它攻着 攻着你呢 在这边又阴隐约约的 又成了潜在了 白旗每步旗都带点目数 在这增长 这个一两步旗看不出 交换了七八步以后 就看出来这个差距呢 慢慢的就稍微的有点拉开了 确实是 其实现在白旗我看就在中央 走一个价值也很大 它呢可能 想先搜刮一下 先搬一个 搬的话呢 确实也是好手机 这时候如果你接的话呢 它顺手在那边一路再大飞 对你这块旗还进行一些搜刮 对 所以黑旗呢 在这个地方也是硬无可硬了 也是很痛苦 点一个 点一个 白旗贴一下 这个时候其实白旗就算提也可以 这个提也是很厚实的 现在白旗看清楚中央没什么事 它气盒把这个十目左右的棺子又收掉了 继续在长木啊 这个棺子的价值确实也很大 这个旗有十目旗啊 差不多 自己长了五目 然后黑旗粘的话 这边黑旗自己还能有五目旗 十目旗左右吧 十目左右 很实惠 黑旗接住 白旗就虎 这一虎的话呢 自己联络得也很安全 就是黑旗在中央是不大可能有什么太多的作为的 然后黑旗这边又交换了两手 尖 黑旗挡住 没有什么旗 又交换了一下 这个段 没什么太大含义 没什么太大含义 是 对 那现在的话 木鼠黑旗盘面都很难赢了 盘面都是 对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156手 吃呢 是这盘旗的最后一手 最后的结果是白旗中盘胜 那么两个人战争了1比1 实际上这盘旗的胜负处呢 就在这里 主要的最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 黑旗的机会啊 就是在于黑旗这个能不能长 刚才我们王老师摆了一个很 应该说是很复杂的一个参考 很复杂的很大型一个变化 黑旗这个飞呢 有点像拜招的意思 这个二路飞有点像拜招的意思 应该长 长的话呢 拼搏起来会比较复杂一点 那么后来呢 白旗这部一路点确实是好奇 好手 我估计小贩是漏算了这部棋 那么朴婷华能下出这部棋呢 确实从单从这一局来说 朴婷华的发挥要比小贩要更好一点 小贩稍微有点没放开 可能是王瑞一开始说的 就是赢了第一盘棋 大家都觉得这个 有希望 而且第一盘这个范婷玉赢得非常漂亮 进入这个第二局之后 好像有一些些 从发挥上来看 好像没有第一盘发挥的好 是有点拘谨 那么现在其实这一盘棋输掉的话呢 等于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是 一比一战平 后面变成了三番棋的决战 五番棋变成了三番棋 是 我在这儿我表个态 我觉得我经常跟小贩在一起摆棋 我觉得小贩的棋特别强 所以呢 我还是看好后面的这个 它的盛面还是要大过百分之 如果压根的话 你还是压它 我会压 我毫不犹豫的 就是提出感情因素 我觉得实力因素呢 小贩也是让我非常的看好 那么这盘棋呢 可以算是成长的过程中的 一个小小的学费 不搭建 没关系 那小贩加油 我还是觉得后面的 当然了 我们肯定都是支持范婷玉的 因为是中国棋手 而且呢 16岁的范婷玉 如果拿到冠军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 至少在中国棋手里面 是一个记录了 最年轻的 值得撑倒 对对对 那好 这盘棋的最后结果呢 是 调婷环直白中盘战胜了 范婷玉 两位棋手呢 1比1战平 那第一阶段 这个应试杯决赛的第一阶段呢 是告一段落了 根据了解呢 是明年的 2013年的3月份 后三局将在上海进行 到时候我们再来关注 两位棋手的精彩对局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